第387集 一声重重的冷哼传出 计台上的强壮人影 双眸如刀子一般丰锐 他盯住叶凡 你是来还道经的吗 叶凡大吼 你把磅礴怎么样了 我就是磅礴 现在不是很好吗 计台上的强壮身体依然未动 静静地盘坐在那里 但可怕的气息却更舍人了 小子 你确信这真的是一只 寿源将近的孤魂野鬼 我怎么觉得像是 面对一条真龙啊 黑黄急切地传音 此刻 赤裸着上半身的磅礴 的确如一头荒骨的凶兽一般 充满了强大的压迫感 他在虚张声势 活不了多久了 我们一起上 干掉他 叶凡最先出手了 眉心内网金色的小胡 运生出一道金剑 刹那劈了出去 呛的一声 磅礴的眉心意射出一道神光 与叶凡的金剑劈在一起 发出一串迅烂而恐怖的光滑 如两把铁锤碰撞 好强大的神石 数载未见你竟有了这样的成就 这个庞博 牟中神光战战 我对你的身体念念未忘 今日自己送上门来 我正好一病瘦了 大黑狗咆哮 如蛮龙吼洞河山 很难想象他的体内 瘦含有怎样的力量 让这片空间剧烈的颤抖 在他的额头上 裂开了一道缝隙 出现了第三只树眼 一道恐怖的乌光射出 向祭台上的人斩去 大黑狗 平日虽然很不厚道 但在这关键时刻很卖力 因为这也关乎他的生死 更涉及到了妖地骨精 他的额头睁开了一只树眼 乌光硕树 如一道黑色的皮链冲了出去 正正作响 如乌刀斩空 呛的一声 磅礴盘坐记 台上一栋未动 眉心神光一闪 扫射而出 披在了乌光上 如两把利刃斩在一起 明明是神石攻击 却如神兵队保刃 光滑迅蓝 火星四剑 枪枪作响 你不是说他寿援将近吗 怎么撞得跟头真龙一样 大黑狗气急败坏 在这次对攻中 他没有占到便宜 甚至略处在下风 他坚持不了多少时间 打出最强大的力量 绝对可以拿下他 叶凡大鹤 现在他已经没有了退路 想救庞博仅此一次机会 师不再来 自己送上门来 不知死活 庞博盘坐记台上 满头黑发舞动 双眸锋锐如刀 古铜色的躯体闪烁宝灰 叶凡大吼一声 离开庞博的躯体 吃的一声 他的眉心中央 出现了一轮金色的小壶 深邃如鸢 枕出一股螺旋形的金色力量 射向了庞博 啵的一声 庞博溃然不动 端坐在机台上 眉心中飞出了一轮弯月 璀璨夺目 没入螺旋金掏中 斩动许空 叶凡脸色一白 身子矩阵 金色力量倒飞而回 虽然没有遭闯 但是却受到了震动 自从他的神识可化形而出 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后 他还是第一次在神识交锋中落在下方 这果然是妖族中的不是高手 虽然肉身朽灭 仅剩下了神识 但依然恐怖无比 小小年纪 神识已经可以化形 实属罕见 与你的肉身一样 让我期待 庞博一派从容的样子 装什么节态高手 本皇 劈了你 大黑狗的书眼中射出一把黑色的长刀 乌光冲天 力劈了下去 枪的一声 磅礴眉心射出的弯月 银灿灿 坚不可摧 击在了黑色长刀上 卡的一声将其震断 大黑狗身识一震 咆哮了一声 显然又落在了下风 吃了个小亏 叶凡彻底豁出去了 打吼了一声 傻 内网金色的小壶飞出 画成一轮金色的太阳 冲向祭台 毫不保留 神识全部打出 如果这轮小太阳寂灭 那么它必然彻底神灭 磅礴声音低沉 你就是拼命也无用 银色弯月定在眉心 光辉闪耀 本皇也拼了 大黑狗再斩神念 乌光如刀 斩向音乐 配合叶凡出击 争争争的 他们的神识都非常的恐怖 全都到了化形的境地 若是常人见到一定会震惊 这样的拼斗 最是危险 稍有不慎就会形神俱灭 万劫不复 神识大披斩 发出刺耳的声音 光滑四射 争争争争争争争 叶凡与黑黄联手都处在下风 磅礴的神识如渊海一般汹涌澎湃 不可摧毁 轰的一声 金色的小太阳险些被震散 叶凡的神念如潮水倒退 回归身体 他一阵摇动 竟真的不敌对方 黑黄也是一声大叫 乌光如皮炼 倒冲了回来 小子 我被你忽悠了 这明显是个老不死的 不是我们不够强 而是他太强了 现在说这些没用 快想办法 干掉他 他身世饱满 并没有衰竭的迹象 这不是锤死的人 我们两个就是拼命 也不见得能够干掉他 大黑狗呲牙咧嘴 叶凡心中一动 他似乎不能动 一直坐在祭台上 未曾晃动一下 用你的顶 轰杀他 大黑狗也看出了异常 此刻他们身在顶中 叶凡并不打算撤掉防护 直接寄出了离火神炉 火炉如水晶一般透明 出现在他掌心中 而后化成一道眩光 冲了出去 他快速放大 发出五色神光 眨眼间就有十张高 如一堵小山似的 向着祭台上的身影 镇压而下 磅礴重重的一声冷哼 盘坐不动 探出一只大手 哐那一声拍在上面 也不知道这一击的力量 有多么强大 离火神炉 一下子扁下去一块 被抽飞了出去 叶凡心中一惊 好强大的劲力 控住离火神炉 让其放大到三十张高 压落向下 发出隆隆声 庞博溃然不动 盘坐那里 黑发轻舞 古铜色的机体身力流转 依然是拍出一只大手 咚的一声 这次响声震耳欲聋 让这方空间都一阵抖动 离火神炉 瘪下去一大块 清晰的掌翼 深深烙印进内部 这好像不是保炉 而是一块泥巴 被打得卸了下去 肉身已进入四级密境 叶凡心中一灵 这才几年 对方就将磅礴的肉身 寄到了这等境地 实在是让人吃惊 大黑狗神色难堪 我估计他能与金池 小鹏王争风 现在你相信了吧 他掌握有妖地骨精 不然怎么可能这样恐怖 叶凡刺激大黑狗 他如果不能动 那就好办多了 大黑狗呲牙 可是他话音还未露 磅礴盘腿 飞起快如闪电 向两人冲来 一只大手猛地向下拍来 快退 黑黄大叫 叶凡驾御顶 眨眼冲紧 烈烈作响的大旗一截 避过了对方的大手 劈杀 数百杆 大旗遮天盖地 不仅是为了封锁此地用 还是为了保护他们用 每一杆大旗都刻有 玄傲的道文 这是大黑狗精心准备的 就是怕对方 肉身强横 而追杀他们 眼下果然派上了用场 数百杆 大旗摇动 这里改天换地 一片迷蒙 庞博没有敢冲进来 叶凡问道 你客气的这些道文威力 有多大 只要不是大能 进来的话 保准被困 黑黄自信满满 庞博没有追进来 光芒一闪 回到祭台 重新盘坐在那里 大黑狗说道 没有想到 神石攻杀大树 用不上了 眼下只能用肉身方面 攻击他了 叶凡催动离火神炉 这次直接打开了炉盖 黑色的火焰 如潮水般冲出 向祭台汹涌去 如乌云压顶 这种炽热的焰火 四级秘境的修饰 也无法承受 只要沾身 肯定会被烧个行神俱灭 叶凡在放出火焰时 多少有些顾虑 毕竟那是磅礴的肉身 可是 结果却让他震惊 庞博 毛子中射出 射人的神光 如两道银龙 冲入高空 他口中大喝 有地九斩 灭刑 那是 感谢观看